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您探访国家重点实验室 走进中国创新最前沿 一场狂风暴雨正在肆虐 但这场暴雨却并非来自自然 而是人为制造 这里正在进行一场特别的试验 直近2.5米的大风扇 叶片高速旋转 产生强劲的风 电扇的前方 八根树直排列的大水管 160个喷头 同时喷出大量的水 人为营造的风雨 狠狠地拍打在 面前这座玻璃建筑上 这究竟在进行什么试验 又为什么要在室内 制造狂风暴雨呢 原来这里是中国建筑安全与环境 国家重点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的主要功能 是对建筑安全 以及其与环境的关系进行研究 它可以模拟大自然的 各种极端情况 测试建筑物 在这样的环境下 是否安全 比如刚才的试验 就是看建筑物 是否能抵挡住 狂风暴雨的侵袭 中国每年要新建 近百万座建筑 除了常见的居民楼 商业建筑 工厂 公共设施 也不乏形态极为特别的 个性化建筑 而对于所有的建筑来说 安全是第一考量 大自然中 隐藏着很多威胁建筑安全的杀手 地震 海啸 台风 洪水 龙卷风 暴雨 泥石流 大雪 洞雨等自然灾害 甚至极端条件下的光照 都可能导致建筑物受损 甚至坍塌 引发巨大的灾难 人在自然面前 其实还是非常渺小的 自然灾害 对人类构成的威胁 一天也没有停止 包括我们的海啸 巨阵 龙卷风 对人类的这种经济生活 都造成了非常巨大的影响 因此 科研人员建设了这个 建筑安全与环境 国家重点实验室 对建筑的结构 地基基础 抗震 抗风 防火性能 以及建筑材料 节能环保等方面进行研究 其中一项研究手段 就是人工模拟 各种自然环境 比如地震 暴雨等 以测试建筑物的各项性能 对有些建筑物来说 来自自然的威胁 几乎天天都在面对 比如风 这是一段拍摄于1940年的影像 画面里这座不断扭动的大桥 是美国塔克马大桥 在大风的作用下 原本坚固的桥面 与风形成共振 最终折断 巨大的大桥 因为风 轰然倒塌 这也给世界建筑师 留下了一个惨痛的教训 风力造成的灾害 其实是目前在全世界 自然灾害里边 造成经济损失最大的一类 比方说我们的屋面板被掀飞了 木墙被吹落了 包括这种广告牌倒塌 以及输电线塔 被输电线挖倒等等 这都是因为风 所带来的灾害的类型 所有的建筑在设计时 都必须考虑抗风的能力 但问题是 如何才能知道 移动建筑的抗风性能呢 一个神奇实验室 能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我今天一进来之后 我觉得特别震撼 一看这么大这么大 好像一个喇叭一样的东西 放在这个好大的一个仓库里面 这个大喇叭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叫建筑风洞 那么它是在 全中国最大的一个建筑风洞 它的总长有将近100米 96米5长 96米5 对 所以一个百米赛道那么长 差不多是 这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建筑风洞实验室 眼前这个巨型设备 就是用来检测建筑 抗风能力的神器 风洞 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吹风机 能够在内部产生不同大小的风 将建筑的模型放到风洞里 对它施加不同的风向和不同等级的风 就可以了解建筑在不同风力下的表现 我们的气流就是从这儿往下游吹的 从这里 它是一个近风口 对 那我从这儿看 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不是风扇 因为长得有点像 对 那个很像风扇 对吗 很像我们那个坐飞机时候 看见飞机的发动机 对 它道理都一样 对 飞机发动机它的喷口是往后喷气流 我们这个是把气流从这个地方吸进去 然后吹到试验段去 直径4.5米的巨型风扇 高速旋转时能造出11级的大风 相当于风速30米每秒的台风 从这里面进来 对 这就是那个风扇 是的 哇 我说话有回音 嗨 这个真的是回声都能感觉到它很长 是的 确实能感到微风震震 所以其实这风是从那边 然后直直吹过来 对 从那儿就出去了 对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建筑模型吗 对 这个是杭州会展中心的试验模型 我们刚做完 这个实验室里有很多建筑模型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成都来福市广场 杭州会展中心等 平时进行风动实验室 会将建筑物的模型摆放在这里 前方的洞口会吹来风 通过旁边的玻璃墙 工作人员还可以随时观察模型的状态 风洞外的计算机控制系统 可以控制风向和风力的大小 为了让我们直观感受一下风的力量 工程师启动了设备 从一级风开始 逐渐增加风力 所以你可以挑战一下自己 看今天你能看到的一级风 现在这个风就已经开始起来了 对 但我觉得现在这还行 就是稍微觉得这个风有点吹的 有一点点的睁不开眼 但现在还好 还好 对 它这个风是慢慢起来的 慢慢起来的 现在好像开始觉得这个风 有点吹起来 有点感觉了 而且感觉就是 现在已经不太能迎着风 睁开眼睛看了 对 我们戴了眼罩 这个最怕风扇太厉害了 我们把眼镜戴上 这样好多了 我们戴了一把伞 这四级来讲 如果是正常我们走着路 想要撑伞的话 还能撑得了 比较费力 撑一撑看 我来试一下 这个 不可以 这个伞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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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使很大的劲是吧 现在还挺 还可以 还可以 我现在觉得好像那个伞 有点撑得太住了 对 对 对 它力量很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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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行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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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不来住了 这个 拿不来住了 这个 拿不来 我回来 对 风力增加到七级 我们几乎很难站住了 我觉得我能 就是能起飞的那个状态 已经有了 要 要飞过来会好一些吧 对 我觉得我的头发 不要离开我了 我的头发 我的头发 不要离开我了 出于安全考虑 当风力达到九级时 我们停止了试验 哦 风终于停了 而做真正的风动实验时 建筑模型要在风动里 接受最高11级大风的考验 为什么用风吹模型 就能知道建筑的抗风能力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揭秘 在风动实验室 我们看到了很多建筑模型 陈博士 我刚才好远 就已经看到了这个很独特的建筑 非常眼熟 这不是大兴机场吗 是的 大兴机场 也是在我们风动实验室做的实验 我其实仔细地看的时候 就会发现 在这个模型的上面 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小白点 然后旁边还有这种小眼 就感觉特别像身上的那种小毛孔一样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叫做侧压孔 因为我们做实验主要目的 是知道风吹过来之后 这个建筑表面 它会承受多大的一个作用力 所以我们在表面 都会布置很多的侧压孔 然后后面接上传感器 这样的话风一吹过来 我们就会知道 它表面的风荷在有多大 建筑模型上的每个小白点 其实都对应着一个 微型的传感器 就像人皮肤上一个个毛孔 敏感且及时地记录着 风对它们的影响 屏幕中这些略显凌乱的线条 就是风的样子 越红的地方风速越快 蓝色的地方则表示风速越慢 通过风动实验室的检测 工程师能够及时发现 建筑的抗风能力是否存在问题 一旦发现问题 就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例如修改设计 开风吧 陈博士 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实验是什么 这个实验是一个 气动外形的对比实验 那么我们先做这个常规的外形 那么看它在风的作用下 它的振动幅度 风动中正在测试的规则长方体 是一栋高层建筑的微缩模型 随着风速慢慢提高 可以很直观地看到 模型开始迎风方向左右抖动 并且越来越强烈 我天哪 它抖得也太厉害了吧 我住在里面的人 对 要晃得头晕了 我觉得 真实的容一般 不会发生这么大幅度的震动 那么为了把这个 做一个可视化的效果 以及我们这个分析的结论更明确 我们把它做了一个放大的处理 但其实我们真实的高层建筑 它的这个风吹之后 它的震动是客观存在的 尤其是前几年在沿海地区 一些超高层建筑 尤其超高层的住宅 台风一来它就会晃得很厉害 那么往往这些住户都受不了 尤其住的高层的 它可能会跑到地库去躲着 墙风对建筑影响如此巨大 工程师们又有什么样的方案 应对大风带来的威胁 提升建筑的安全与舒适性难 这两个模型的外形是完全一样的 高度 平面形状 尺寸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看它一样高的 就是这个在中间掏了一个洞 是的 所以这个做了一个调整 就是在它中间挖了一个洞 这样的话风就可以直接透过去 可是我不太明白 陈博士 这个为什么说咱们凿了一个洞 它就不那么抖了呢 是的 它震动的幅度 实际上跟风吹到它上面的作用力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为了减小它震动 就要控制风对它的作用力的大小 那么就像大鱼制水一样 我们对风呢 就让它朝着我们希望它流动的方向去流 朝着我们希望它走的路径 但是还不让它进行 维来的东西 我们先来的同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筑是人类在地球上留下最多的印记之一 从最初为人遮风避雨的容身之地 到逐渐融入美感 艺术 科技等多重元素 它们凝聚着人类的情感与智慧 如何让建筑更好地应对大自然的考验 趋力避害 需要设计的智慧 更需要科学的力量 作为国内建筑领域规模最大 学科最全的开放实验室 每一项行业前沿的研究与实验 都在让建筑走向更加安全 宜居 节能 绿色的未来 作为国内建筑更加安全 宜居 绿色的未来